近年来中国来美国留学的学生不仅仅是人数增加的很快 而且年龄呢是越来越小 来美国读中小学的中国孩子是越来越多了 而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 他最近在采访的时候还发现 有不少的中国家长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的住宿军事学校 来上初中或是高中 为什么这些中国家长要选择军校呢 我们现在立刻通过连线纽约 我们请记者方斌 来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方斌你好 约你好 是 方斌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的中小学生留学到美国 为什么有很多的家长会选择军事学校呢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是 我最近采访了在纽约黄后区的一家 为中国低龄留学生提供一条龙服务的公司 那么接受他们服务的 有30到40名的中国小留学生 他们70%上的都是美国军事学校 那么这种军校呢 跟美国一般的私立学校有很多相似之处 所不同的呢 就是采取的是军事化管理 他们呢 穿军装 戴军帽 生活管理呢 非常严格 比方这家服务公司呢 他们就有七个学生呢 都在宾州的卡森隆军校上学 这个学校呢 有100多年的历史 是一家男校 只有100个学生 那么师生的比例呢 是7比1 因此呢 这个教职员可以24小时跟学生 在一起生活学习 那么这个学校的国际学生 占的比例也很高 有32% 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呢 就有10名 学校全年的学费呢 是4万美金 包括了全部费用 那么根据美国军事院校协会提供的数字 在该协会之下呢 有31所类似的军校 还有一所像在那个佛罗里达的军校呢 其中的中国留学生 也占到了有8%的比例 说明了近年来 来上这种军校的 中国大陆的小留学生呢 是越来越多了 宇文 是 方斌 除了越来越多之外 我们也知道 这个在中国 因为过去一胎化的政策 很多的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宝贝 为什么会有家长选择 要让孩子来上这种 非常严格军事化管理的学校 家长的考量是什么呢 是的 这个问题也是我问这个 我所采访的 美国博洛国际执行长 这个林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他说呢 来美国上学的孩子 大致分为两类 他是这么说的 来美国的留学生 我认为大部分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中国特别特别好的 另外一类是在中国 被中国教育抛弃 我认为大多数是 很少在中间阶段的学生 就有很多学生 他是特别好 所以他希望再到美国 这样的一个精英教育的环境中 再来更高的深造 那还有一部分孩子 我认为我是加引号的 是被中国教育抛弃的 他说呢 这两类学生呢 一类呢 是在中国表现的特别好的 是要到美国来进行这个深造的 而另一类呢 是在中国呢 被中国教育所抛弃的 那么所谓抛弃呢 就是说 他这个初中毕业以后 考不上普通高中 那么我们看到呢 就是中国普通高中的升学竞争 非常的激烈 这个据官方的官媒报道呀 2014年 中国普通高中的录取率啊 在一些一线二线的大城市啊 只有50%到70%这样的一个比率 也就是说 有30%到40%的初中毕业生 他们是没有办法上普通高中的 那么这位这个林杰女士呢 她跟我说呢 她在美国办这样一个服务公司 其实就是从她自己的儿子开始的 因为她儿子在上初二的时候 就被老师警告说 你要再不努力 就考不上高中了 而且呢 听说这个家长说 哦 没关系 我们会去美国 那老师马上就催家长说 那你们快点离开吧 不要影响了全班的升学率 是 于文 是 方便 那么我也很好奇 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 那么这位林女士 她的孩子后来到了美国以后 她的发展怎么样呢 其实她来到这个卡森隆军校以后啊 得到老师的评语并不差 老师不但说呢 欢迎她来 而且说她是班里 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之一 那么我昨天我也采访了 这个军校的这个招生班的主任 她也特别介绍这个孩子 她说她现在经过两年多 不仅已经是成了一个全A的学生 而且呢 还已经成了一个leader 她当上了一个排长 管理着三十多名学生 那么还有一个孩子 我采访到 她这个家长 因为她学习不好 把她送到少林寺去了 经过两年以后呢 她还是不行 最后呢 来到了这所军校 那么她就对我说 她说这一年多来 她最大的变化 就是觉得自己的气质变了 而且英文说得很流利了 还会自己洗衣服 整理房间了 那么这个林女士就跟我说 其实她说 美国的军校 是特别适合中国的学生 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介乎于 中国管制式的教育 与美国放洋式的教育 这么一个中间地带 特别适合这个低龄化的学生 那么有关这个中国学生 上美国军校的电视广播 和那个网络报道呢 很快我们也会播出和看出 请大家那个关注 英文 好的 非常有意思的报道 我们也谢谢方斌 为我们所做的介绍 那么有关于中国学生 上美国军校的相关视频报道 就像方斌刚刚说的 您也可以登入我们的 YouTube网站 来查询美国之音的视频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CHINA